反转,星巴与华为闹掰,张于奇躺枪,事后本尊回应毫不知情,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,购买华为手机,就是爱国的象征,因此在星巴与华为荣耀闹掰事件中,很多人力挺华为,至于当天直播是不是剧本,作为局外人,我们无从得知。 不过在张于奇躺枪后,9月2日晚间,张于奇工作室发布了声明,声明中称,张于奇只是完成了直播的工作,至于补贴分配的问题,张于奇及其团队毫不知情,平台和星巴方面并没有感知。 最后还是要说一句,很多人纠结于星巴卖手机到底是挣钱了,还是贴钱了,我想说的是从南京到北京,买的没有卖的经,这话不会错,买星巴的产品也好,买其他人的产品也罢,作为商人,一定是要盈利的,这一点毋庸置疑,而星巴与其他人的差别,就在于盈利的多少以及盈利部分的资金流向,别人我不知道,但星巴捐了一亿五千万,是真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